高齡化社会来临充实社区市照顾资源试赛必行 高雄第500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今天在内门成立 而市长陈清白任内积极的部件 全因全市人口65岁以上的长者已经突破了49万人 要让长辈在地乐活安老 任内新增了125处社区照顾的关怀据点 目前全是500个点 目标今天底要达到520处 唱唱跳跳阿姨妈妈叔叔伯伯随着音乐动起来 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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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着就要动 要比节奏感可不输台下的小朋友 说起高雄内门半桌菜闻名 还能一起煮肉羹汤一起吃 第500个据点在我们社区成立 内门永富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接牌 恰恰好凑整数是高雄全市第500处 但这样还不够 年底会达到520个点 透游据点的动态静态的活动 志工的电话关怀 透过志工的带领活动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 高零化俨然全球趋势 截至今年10月高雄65岁以上长者 就有49万5021人 要让长者乐活安老 市长陈其迈积极布建 上任两年多新增125处社区关怀据点 截至目前全市500处 今年底预计达到520处 配合中央长照政策 更规划两处全国唯一引法扎缘 结合社区力量照顾在地长者 还能交流增加凝聚力 在地人情味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导